我是日本赵瑞新闻的记者 系维主席上周提出 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的 思源调查 调查包括对武汉海线 市场的研究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 等研究机构的审计 他们要求中方可以 展示透明度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会不会准备再次接受 思源调查 当我一开始 看到这个所谓的 思源计划的时候 我是觉得十分吃惊的 计划里面将中国 违反实验室规程 造成病毒泄漏 这个假设 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之一 从这一点上 我就能感觉到 这个计划里面 所透露出的 对常识的不尊重 和对科学的傲慢 这样的态度 首先 关于武汉病毒所的一些谣言 比如说三个职工 染病 比如说武汉病毒所 开展新冠病毒的争议 功能争议实验 就是根要放弃 这个实验 这些都是早就澄清过的 是存储式谣言 还有一点 这个新冠病毒 是不是人造病毒 后来还有更多的专家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这个新冠病毒 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 所以从根本上 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特别重要的是 世卫专家组 亲自到武汉病毒所 进行了实际的考察 得出了病毒起源源实验室 极不可能 extremely impossible 这么一个结论 这些专家可都是各个领域 非常权威 很有经验的专家 都是世卫组织精心挑选的 这个专家 所以对他们的这个结论 我们应该是尊重的 所谓的第二阶段 所谓计划 在一些方面 可以说是既不尊重常识 也违背科学 我们是不可能接受 这样一个所谓计划的 新冠病毒所谓 一定是个科学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 科学的开展病毒所谓 但是我们反对 将所谓工作政治化 我们认为 第二阶段病毒所谓 应该在第一阶段 病毒所谓的基础上来延伸 应该以世界卫生大会 73.1号决议 作为指引 经过充分讨论 磋商后来开展 我们中国专家组 组织中国专家 在7月4号 就曾经向世卫 提出了一个 第二阶段所谓的 中国建议 我们希望 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 我们中国专家提出的 这一些考量 这一些思考 这一些建议 真正地 将新冠病毒所谓 作为一个科学问题 摆脱政治干扰 积极稳妥 推动在全球多国 多地范围内 持续开展所谓 要加强各国疏远科研 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 运毒起源 尽最大努力 预防 类似的疫情 再次发生 中国一定要管着科学的原则 去按科学的规则 去推动这些营助 这就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